主料,菜心500克,草菇100克,辅料,蚝油15克,白糖一勺,盐5克,花生油10克,生粉,鸡精,菜心要多次清洗,洗好后清水泡30分钟,不要折断,菜心煮好了,菜梗已变软,白折菜心过程,水里放一勺盐,二滴油,两片姜,水滚后放入菜心,草菇切片, 用刚才折菜心的水煮片刻,草菇变软,烧油缩水就捞起,蚝油酱汁,蚝油15克,白糖一勺,胡椒粉少许,生粉少许,水少许,打匀,锅烧热,放少许油,油热,放草菇翻炒,一遍,就倒入蚝油酱汁,汁稠就将汁淋在这好的菜心上,烹饪技巧,菜心要清洗三次以上, 最后泡水30分钟,白折菜心的时候,菜更变软就捞起,否则太熟二就口感不好,水灼的时候放盐放油,可保持菜的颜色漂亮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